給學校的設計 去投入 今年因為我們在一個 蓋塑問題上 特別是安全的理由 保安的理由 所以我們今年不用 是這個問題可以做 根據安全的理由 會否移之室內 或者去一些 官藏事未必要去到的地方 去進行 視乎於天氣 因為現在下雨 通常如果天氣不好 不穩定 雷暴一般 就在外面不能夠生存 就在室內 似乎天氣就是很重要 有些叫做 這個濕濕的戰略 但是就是 如果天氣不好 就要在室內做 這些以前做過的 首先 今年我剛才說 升旗儀式會 都是如常舉行 當然我們剛才廣製服團隊 都有很多同學 我們為了保安的理由等等 今年就免了他們 特別是州區勞頓來這裡 其他暫時都沒有東西變 不過天氣很重要 如果天氣真的 有天氣突發的天氣 我們就可能要在室內做 至於特首 亦都繼續努力工作 很多特首都在 東京實際上做的工作 他見到很多人 昨天都知道 警察方面的延續 有班的一些 督察、警司、軍工會 這些同事 也都不斷地在工作 我們保持這個工作 每天都有組討會 我們都有聯繫 政府運作如常 做運作如常 要吸取教訓 例如我昨天在動議店 日營 我都掩飾了 在動議店 總結發言 值得一看 我們都強調到 我們來的施政方向 施政的作風 我們要做一個改善 會不會就著 社會上的訴求 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 去調查 竟然行使武力的情況 會不會做出一個回應 我昨天在總結發言 保安局長教授前 都有些交代了 我亦都了解 一個獨立的監警會 也都昨天主席 也有一個很簡直的聲明 很多難度 他們會主動去審視 整個612的事件 多謝大家